盤中引錢時間密碼而且今天呢不但要給各位正確的觀念 還要給各位正確的利論啊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利論有兩個字啊一個是立下言論的利論 一個是money啊叫做利論啊一個是money啊叫做利論啊親愛的投資朋友 等一下我們會跟各位講說在盤中引錢時間密碼裡面 那麼這兩檔股票表現得非常之好 甚至呢就如同之前我跟各位所提到的請各位留意喔 這一次呢股市來到一萬兩千點 來我先問大家一件事情呢 你所聽到的甚至呢很多人已經早就翻空了 是不是叫做什麼居高思維對不對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從一萬一千點就有人在居高思維啊 在前面就更不用講了一萬點居高思維到現在的話 可能啊你已經早就已經不曉得財產賠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 居高思維之前呢所謂行情總在樂觀時結束啊 居高思維之前一定還有一個步驟不然的話你怎麼會被嘎 我們講的最實在的一句話了 不然的話為什麼還有股票啊 現在還在往漲停板附近靠近 而且完全是符合靖哲跟你講的邏輯啊 我跟你講的邏輯是什麼 我說你要把這一次的Dram類股呢 甚至記憶體 從台積電也算記憶體之一啊 把記憶體的全部都放進來思考 我說這次手機從4G到5G啊 如果你真的不見望的話 手機從3G到4G你應該記得很清楚啊 那時候至少你還記得一件事吧 假如你要買iPhone 8就好了不用太久啊 iPhone 8不到一年半以前啊 他會告訴你說你要買128MB多少錢 256MB多少錢還記不記得啊 那個MB是什麼就是記憶體啊 換句話說他的手機從3G開始因為有影片了 因為要加大他的記憶體容量 所以他手機本身就含有記憶體啊 各位去想想看到了5G這個時代 那麼流量是所謂的4G裡面最少5倍起跳 一開始就是5倍起跳 最高要來到20倍 那個手機的記憶體要不要增加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覺啊 這一次的行情裡面 從快閃記憶體的望紅開始 到2408的南亞科又創新高 到昨天的時候 3260的微缸我也跟各位來不斷來做報告了 今天有沒有發覺啊 小微缸來一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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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叫記憶體啊 今天還有咧 找到記憶體加隔壁叫做SDRM上去了 所以這就叫做什麼 叫做水漲船高啊 你不能說老師啊 這個望紅已經長很高了 我們現在假設你的邏輯是對的 一萬兩千年望紅已經長很高了 所以居高思維 那你賺得到南科嗎 賺得到威剛嗎 賺得到金豪科嗎 賺得到羽瞻嗎 賺得到什麼 賺得到8088的平安嗎 賺不到啊 所以後面這段叫做什麼 向上比價叫做什麼 叫做雞犬升天啊 一萬兩千年一定有一個雞犬升天的行情 而到這些雞犬啊 或是多頭可用之兵全上的時候 那才叫做樂觀的情形啊 況且 現在沒有人會說一萬兩千點是高點 很多人已經喊到一二六八二 很多人已經喊到一萬三千點了 所以你到現在為止還在固步自封 來 我就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來 我今天就憑這個理由 早上就賺了第一筆錢 這是我基本面夠強 因為仲奇跟望紅本來是同樣的 價錢都在二十塊錢上下的公司 那麼仲奇呢 因為有明太來招親啊 所以呢 一口氣就跳到多少 跳到二十八塊錢了 等於說一個小姑娘被一個 嫁入豪門之後 啪啪啪啪啪 股價就這樣子跳上去了 現在投資朋友啊 在這個時候 其實兩家公司是一模一樣的啊 那哪一天仲奇不漲的時候 是不是就輪到他上來了 就算你現在去買和勤 我認為他將來補漲性質的機會一定比較大 今天沒有理由說今天仲奇可以漲到二十八 那麼合勤只有二十塊錢啊 對不對 我想這樣子講應該夠直接了吧 第二個各位來看一下 八零九六的秦雅 每天都在幫各位找題材啊 各位看五二四五的至今 啪啪的漲停板了 所以這時候我就必須要講一句話了 這時候你能不能跟上 真的我現在講的這句話最實在了 一萬兩千點 假如你是外行的人 你一定告訴我居高思維 假如你是像我這樣子 能夠帶領你賺錢的人的話 我話一定跟各位講明白 居高思維之前 絕對還有一個什麼 鞠犬升天行情啊 我們把這裡遮起來 你也是居高思維啊 可是這裡呢 鞠犬升天啊 這裡呢再一個橫盤又是居犬升天啊 我認為接下來橫盤的機會是最大 一萬兩千六百八十二點 畢竟它是一個歷史高點 心理上大家都會覺得有點隱隱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這麼說 一二六八二越晚到越好 只要負責高檔整理 股票一檔接一檔上來 流水理論順橫摩瓜一路往上的話 我跟你講一件事盤中營錢時間密碼賺不完 你同不同意 來三五八八的通家 通家是什麼公司 台積電的某一家子公司 台積電經營的最不好 我乾脆就直接告訴你 台積電裡面經營的最不好的子公司 各位 是不是照常創新高啊 是不是一樣可以讓你算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我們稍微簡單的幫你算一下好了 今天早上兩個動作加起來多少 七萬五啊 各位看到沒有 昨天呢 這是昨天的 昨天的 各位看到沒有 昨天從這裡洪捷科 一樣水漲船高啊 超重會漲 你說洪捷科不會漲 九點十七分到九點二十七分 十分鐘之內 你可以輕輕鬆鬆的 因為一百萬去算嘛 只要拿一百萬當 融資出來當本錢就好了 收盤的時候 你融資照常拿回去喔 收盤的時候 你融資照常拿回去喔 各位看到沒有 這兩個加起來多少 七萬五 不八萬耶 各位看到沒有 這兩個加起來多少 七萬多耶 你什麼時候看過 有比這個更乾脆 更乾淨俐落的方法 來告訴你說 其實我們就是在這種 在盤中的時候 想辦法幫你賺錢 這是完全硬碰硬的模式 所以我現在幾乎 也不用跟各位講什麼 就問各位到底要不要跟上來 我講我講得夠直接也夠了當 因為呢 該給您證明的幾乎都證明了 該給您證明的幾乎都證明了 只要你又跟我一起掌握主流 掌握這一波啊 特別是所謂雞犬升天裡面 那麼 這才是雞而已喔 犬還很多耶 這算不算犬啊 傳統產業股耶 這算不算犬啊 所以呢 我相信啊 除非你跟黃靖哲一樣 在這個市場上面超過30年了 否則的話 你要對於這些個股全部能夠了解 我認為有點難度了 因為 到了一萬兩千點的附近 我必須要講句句話 如果你能夠跟到一個真的專業的分析師 他能夠幫你在這個行情裡面 找到哪些股票已經漲上去 哪些還落後可以補上來的 那如果你找不到的話 基本上你就眼睜睜看著行情走 甚至呢 有些更不明就裡的 直接叫你放空了 也不知道該到哪邊去啦 親愛的投資朋友 蛤 看一下好不好 也不知道該到哪邊去了 這檔股票最近龍券張數增加很快喔 蛤 看到沒有又嘎一票 所以歡迎所有朋友 在未來的過完年之後 我們會開班來授課 我也希望通通跟你交會 我不會留老包就對了啦 那我希望所有朋友 現在先想辦法跟上來賺錢 這兩天打電話進來的朋友相當的多 因為我們都直接跟你用印證 直接跟你用摳訊 所以也希望所有朋友呢 很直接了當的 那麼願意賺這一筆錢 而且從一萬兩千點之後 又是一個五級起點的新行情 歡迎你想盡辦法趕快跟上來 今天波通專線的 這檔標股咱們就分享一下好嗎 我想這檔應該是非常標的股票了 準備好好的掌握它的時候 它又是一波大行情 那在哪裡 在台積電的附近 我就直接這麼告訴各位了 歡迎你 想盡辦法跟上黃靖澤 台積電附近 現在就是最好股票的一個地方 包含各位所看到這些周邊設備 那麼它在哪裡呢 歡迎你想盡辦法趕快跟上來 今天波通的 又有好股票 又有好機會 歡迎你跟我們一起來共同分享 在這區你們的情況下 每個方便要認識 下方便是製度的 時互,你覺得好好的 在這區內容 你不可願奏 你聊找你 第一包 你感覺到嗎 你啦 你憶往 你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